武器区最近获得交通部观光局评选为台湾30个经典小镇之一 而为了推展在地观光 旗公所和市府官旅局将在12月31日 再度举办县市合并后的首场跨年晚会 不但邀请张秀卿、许仁杰等知名艺人到场表演 还有特技团队和社区舞蹈班等轮番上阵演出 要陪同乡亲一起倒数跨年迎接新年到来 出着狗情感 同在搜罐心 歌手热力开唱炒热会场气氛 紧接着由武器区长和各界嘉宾 一起把歌手名单依序挂上摩天轮 在倒数生下一起为睽違十年 再度举办的武器跨年晚会热闹暖身 扮演这个跨年晚会 就让我们港区、五车所有的乡亲 跟我们的大家可以在这里共同欢乐 尤其跨年会玩到很晚 如果到太晚的话也没有车回来 所以说我们办在家乡 我们附近的子弟能够很尽兴地 很快乐地来过这个好年 不用坐车劳顿远赴其他区域 在我们武器就在您家附近 就有这么棒的跨年晚会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难得的跨年晚会的活动 为了推展在地观光 武器区公所和市府官旅局 将在12月31日再度举办现实和平后的首场跨年晚会 邀请张秀卿、许仁杰等知名艺人到场表演 还有特技团队和社区舞蹈班等轮番上阵演出 另外武器区最近也获得交通部观光局 评选为台湾30个经典小镇之一 公所也欢迎大家一起到武器游玩观光 包括武器有很多的宫廟建筑 有很多的古迹跟历史建筑 如果能够早一点来 然后在地消费 晚上还可以享受一个非常美丽的美妙的跨年晚会 我相信这是民众最大的幸福 我们还有比较现代的就是我们三井奥列 这是我们武器台中港一个非常知名的景点 也欢迎大家一起 除了来看跨年晚会以外 白天可以在我们地方这么丰沛的观光局点来绿野 跨年晚会在新日合并之前其实就有在举办 那我们今年能够希望借着这个跨年晚会 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包括武器清水 杀入这整个海线的一个观光发展 公所也表示今年跨年晚会将在中港高中体育馆前广场举办 除了有一系列的精彩演出之外 还规划超过20项大奖的摩彩活动 要陪相亲朋友一起倒数跨年迎接新年到来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